好来看到玉里正丽图书馆 前进了部落来办理祖孙亲子的阅读活动 那么关于国小师生呢是一起来参与 有主题书展以及导读祖孙小品绘本书揭开序幕 还有延伸的继续活动 那么祖孙呢演艺秀以及桌游好好玩 那么希望借此拉近亲子关系 搁带的零距离 体会祖父母对孙子女报表的爱 并且学着用心陪伴跟分享 达到世代间互惠以及互动的目标 小朋友翻着书本一字一句的念给阿嬷听 阿嬷也跟着孙女的声音进入到书本里面的世界 这是玉里图书馆前进部落 办理祖孙亲子阅读的活动 关于国小师生一起来参与 館长希望借此更拉近亲子关系 隔带邻居里体会祖父母对孙子女报表的爱 并学着用心陪伴分享 达到世代间互惠与互动的目标 在这中的阿嬷阿嬷还有学生 一些互动 讲一些女生 他们不会 讲这种事情是怎么样 大家都会来家里同学的阅读一下 玉里镇立图书馆表示 玉里镇办理祖孙阅读活动 希望唤起社会各界对老化议题的重视 倡导家庭世代互动共学 唤起民众对于亲情 孝道以及敬老尊贤伦理道德的重视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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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